大家好,我是焦东小王 昨天维修了一台洗衣机 看过我视频的应该都知道 那个洗衣机,解锁立刻器坏了 而且解锁立刻器用的是全塑料不价 连外壳都是塑料的 用了大约一年多吧 昨天跟用户报玩价了 用户说,那个洗衣机不修了 因为买个新的才400多 换个解锁立刻器需要接近300块钱 所以他决定不修了 在网上又买了一个新的 这次他买了一个海尔的 买了个大品牌的 所以那个用户把那个旧洗衣机 决定处理掉,卖给我 一会儿我就出发 去把那个洗衣机给他回收回来 大家觉得那个洗衣机 给他多少钱比较合适呢 这个洗衣机太清了 也就30斤左右 很精工就拿着 本来想用手把着这个地方的 但是把不了 看,一把就罢碎了 我靠 把这个 它行 一个手拿着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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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洗衣机已经拉回来了 回来看看能不能整到配件 能整到配件给它修一下也行 如果整不到配件就卖飞品了 卖飞品能卖个七八十块钱吧 如果是品牌的应该能卖一百块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